List view元件,顧名思义List,就是清單 View,前面有很多View 你任何東西上面都有View 就像Layout本身就是一個View Button上面也會有個View 因為Listener上面你要去點擊它也是需要畫一個View 還有像什麼Image View,反正很多都是跟View有關係的 顧名思义,反正畫面上面要畫出東西來 畫出東西來之後你才跟它互動 可以繡東西也可以跟它互動 這個就是所謂的View 我們的理解 實際上遇到了很多狀況 OK,那它可以做什麼呢 建立選項清單 然後呢,從使用者中去選取 大部分是單選的 但是能不能多選 但是也可以啦 Multiple的 就是可以多選的choice 它可以做成多選的 那裡面的話當然你可以大量的資料 比如說簡訊 列出來 比如說你的手機裡面有很多的簡訊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做一個App 把所有的簡訊都讀進來 不過 需要有一個User Permission User Permission 就是說你的 使用者 要給你 使用權 你才可以去讀取 像那個通訊錄也是一樣 要有個User Permission 要使用者權 就是 會需要有一個 那個 Permission 部分 然後呢,會使用這個list 當然不只是這些啦 還有像 將來 跟那個 像比如說 SQL Lite 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撈出來的話 你總要有個地方 給它放吧 那資料庫是連續的資料 連續資料 如果你用TestView來放的話 它只能放一個 那下一個怎麼辦 總不可能一直放 很多很多個TestView吧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那像ListView 就有可能會被用到 或者是像Spinner 也會被用到 那通常會怎麼樣 通常那個Spinner 跟ListView 搭配是這樣 那個Spinner 是放上面 上面的話 是大的項目 下面是 列出來的東西 比如說在Java裡面 我們有練習過 一個是 外匯的 有沒有外匯不是有很多 美金、日元、歐元 等等的一堆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讓它點擊 請問你要看 外匯的哪個部分 比如說你要點美金 美金的話 這邊不用有清單 清單裡面不是就有什麼 集期的 買入賣出 跟 現金的買入賣出 你就可以列出來了 OK 類似像這樣 或者是說 上面可以放股票 比如說哪一張股票 它的交易情況 全部都可以列出來 所以這種的 設計的界面 就還蠻 一般 很多手機啊 很多app 都很喜歡用這樣的方式去呈現 未來當然你也可以去搭配 所以 我們前面那個 列習題有沒有 那個飲料 它可以 由 上面的 spinner 不過是控制 不是下面的 類似 下面有一個 spinner 它控制的方法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參考 那個 上次 甚至你可以 把那個什麼 飲料那一題 它下面那個spinner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list view 它做出來的效果 這個list view有點像是 已經展開完畢的spinner 因為那個spinner是點下去才會彈出 對不對 那實際上它就是一個點出之後的list view 那之前是收起來的 OK 那為什麼叫spinner 其他 其他一般 這個名稱取得也蠻特別的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有這種相關的應用 所以 在那個 原件裡面 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原件的特性 或許有時候你們可能要稍微再了解 主要不是去 去使背它到底能做什麼 而是去活用 它的使用方法 其實很多地方是雷同的 OK 底下的話我們大概 會做出哪一些效果 包含 總共有四個章節 四節 那這裡面的話呢 分別是了解list view 這一個簡單的東西 然後再去了解list view 哪些 比較重要的屬性 然後呢 再做成多選 最後的話呢 再做成什麼 除了文字 文字之外 還可以放圖 所以圖跟文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第一 當然你必須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 你要把那個layout 因為如果說要把圖文放一起 這其實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情 必須要產生一個layout 那個layout 實際上就是將來 你要把它載進 載到那個 就是一格 因為list view 是一格一格一格很多嘛 它是載一格 你要先把其中的一格 先畫出它的版型啦 然後呢 那個版型裡面要放文跟放圖 那你還必須用一個叫infecter infecter就是 把那個東西 把它 畫上去 畫上去的同時 你還要告訴他說 裡面要放文 放圖放哪裡 所以其實複雜度其實還蠻高的 不過我這邊後面會 用一個 也要簡單的方式 跟各位做說明 那裡面的話 當然第一個 七之一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大概有哪些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 裡面呢 大概 先建 建一個那個 比如說list view 第一個 那裡面基本上它一定會有幾個 固定的屬性嘛 比如說像它的寬度 它的高度 它的id 這個都固定的 那那個 它的寬度的話就是 一般都是fist parent fist parent 也許我們parent層就是它的外面那一層 也許用linear內要 我習慣用linear內要 那裡面的高度 高度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用那個rap content 就是根據它實際上的 裡面的內容 而去 讓它產生高度 通常的話它會自動幫你調整到下方 跟那個 剩下的寬度 是相符的 OK然後呢 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當然你可以 看到這邊 我們從原件裡面一定可以找得到這個list view 裡面的話基本上我們就是 把 之前的那個上課練習 部分再稍微改一下 上面還是一樣最喜歡的球類運動 OK 不過如果你不喜歡球類運動的話 你可以自己 改一下 我最喜歡的 什麼 我最喜歡的包包嘛 我最喜歡的鞋子嘛 因為女生比較喜歡這些 你可以改一下啦 OK 那這個名稱的話呢 改改動之後的話 當然 下面會 顯示清單 那其他東西其實差不多啦 反正一定會有個 Activity Main 然後實作的話 一定是用 Main Activity 那再來的話 有關資料部分 這個第一個先建立來源 那我講過這個資料來源 部分的話 你有好幾種方法啦 這個資料來源的話 我們通常 我的習慣是放在那個 Values裡面的那個 Strings裡面 建一個什麼 String Array 還記得吧 跟Spinner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或許你這部分呢 可以拿那個 Spinner的部分拿來參考 我最喜歡的 建一個String Array 那他的那個 String Array的名稱 Name叫Boss Boss裡面的話 有好幾個Item Item的話 總共有四個項 這個其實跟Spinner一樣 那最後你怎麼樣給 List View 一樣 就是用Adapter 所以你必須要先建一個Adapter 然後再把這個Adapter 丟給那個List View 它才會顯示出來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就是這樣 因為它是 很多很多個View 所建構出來的 叫做List View 所以它有點是多重的View 多重的View 你必須要給它一個Adapter 然後在上面做一個什麼Listener 監聽有沒有 那當 哪一個被點選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樣的事件處理 比如說像那個 股票的時候也是類似 比如說它有哪一個類股 裡面會顯示類股清單 當你點擊其中一個 它跳出來 它可以跳出一個Learn Dialog 你可以在上面做一個Listener 去判斷說到底 使用者點了哪一個 那哪一個的話 我前面講過了 你可以看那個傳進來的參數 INT開頭那一個 就是INT屬性那一個 通常是Arg2 第二個那個參數 那它會零一二三的告訴你 使用者點了哪一個 那你再去針對那一個 去做後續的處理 好 那這裡的話 再來設定那個 有關的 設備的清單 特別注意 我們書裡面很喜歡 用那個陣列 BOSS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是 把我們的籃球 足球 棒球 其他 寫在哪裡呢 寫在程式的上面 這種寫法也是OK的 但是 我比較不推薦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要做多國語系的時候 那就會有問題了 因為你怎麼判斷說到底如果英文好了 那你這個BOSS你只有寫一個 那怎麼辦 切換的時候 就會產生問題了 所以我比較建議啦 如果你要 放資料的話 這個方法 可以 但是 如果你有可能會用到多國語系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放在Stream裡面 那一樣啦 如果你建到這裡的話 它一樣名稱叫BOSS 那個Stream Array 也是叫BOSS 那所以你只要選其中一種方法 有兩種方法都可以 那差別最大的就是說 如果你做多國語系的時候 這個方法 其實是不OK的 OK 這邊先跟各位講一下 那為什麼要建一個那個 陣列 主要就是說 將來 我們要建Adapter的時候 這個Adapter的話 有沒有 ArrayAdapter 這個ArrayAdapter要給什麼 其實就是上次講的那個 Spinner裡面 會用到需要 跟ListView基本上 幾乎一樣 一模一樣 OK 那所以呢 你要需要給它什麼 一個Adapter 然後呢 一個范形物件 裡面全部都裝Stream 建立一個什麼 建一個Adapter 這個Adapter 名稱叫AdapterBOSS 等於New的Adapter 然後刮鬍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一樣要給三個東西 MVC嘛 那這個List指的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 Controller C 就指的是 Activity 本身 就ManActivity 那再來的話 這個是 Android開頭的 點R 點Layout 點什麼 SimpleList Item1 有沒有 那這個指的就是說 我們系統內建的那個範本 應該還有印象吧 這個也是 我上次花比較多時間 而且同學比較頭痛 但是其實 歸結起來就是 這個東西是放在什麼 我們SDK裡面的 一個Layout 一個Layout Layout裡面的一個什麼 一個XML的一個什麼 一個範本而已啦 一個 等於是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 你可以把它載進來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把這個 搬到你的R底下Layout 那就可以把 這個拿掉 主要是什麼 你可以 重新 修改 它的樣式 不需要 因為如果你用Android開頭的話 你就是固定的 那個其實就醜醜的 反正就是那個樣子 它就是用什麼 Defaults啦 OK 那如果說你要修改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範本 從 我們的系統裡面 拉到 我們的Layout跟木屋底下 自己再產生一個Layout 然後呢 將來給ListView去顯示 會比較多樣性啦 尤其是 像裡面的字要放大 要 變顏色 那你就一定要學會這一點 OK 不過通常我一定 我覺得還是一定會要的 因為你 一個App 說真的 完全是黑白的 看起來其實 就感覺好像 很 Low的感覺啦 通常還是要給它改一個什麼 改個顏色啦 改個 字的大小啦 甚至改個什麼 改個底色啦 或者是 甚至改個底下的 圖之類的 反正讓它看起來 美工部分也不要太遜 這樣感覺會 比較不一樣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是V有沒有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Data 有沒有 是上面那個BOSS M 所以 M V C OK 所以你會發現 Adapter啦 其實就是MVC啦 所以你會發現它現在很多東西要遵循 MVC的架構 反正什麼地方都一定要三個東西 M V C 還倒過來 OK 那這個BOSS 除了可以寫在上面的字串之外 其實可以寫在String Array 我其實比較建議放在String Array 那如果你寫 你不要兩個都做 你做其中一個就好了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再給這個ListView 因為這個ListView的名稱叫這個名稱 那我就SetAdapter 把這個Adapter 再丟給它 它就會針對什麼 針對這些東西 包含就是View 它是自己幫你畫一個 然後呢 把資料第一個帶過來 然後換下 下一個 然後再把它畫下來 由C去控制這件事情 由V去畫畫面 由M去取得資料 所以其實它基本上就是 三者分工的合作 有沒有 所以 MVC啦 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 以後MVC你就知道了 其實 它就是講 講白了就是有點 已經慢慢 那個層次 已經拉高到 一種 理論的 甚至再往上可能又變成一種 也不是講哲學太高了 它講一種 一種 這種運作的一個觀念 OK 我們講觀念會比較OK一點點 因為你不要把 如果它具體的 具體的東西在這裡 但是它背後的理論支持 其實一定有一個背後理論 所以 神式設計師不是只是coding而已 所以如果你只是會coding的人 它就是照什麼填上去而已 但是如果說你要能夠 Label要向上提升的話 你就要去想一個方式 可以把一個 系統很快建立起來 而且 可以讓它run得很順暢 並且可以run得一百年一千年都不會變的 那才是厲害 OK 所以這個 這個當然 有時候已經 太後面了啦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背後其實 是有理論支持的 OK 那這邊的話 其實我覺得背後的東西 因為其實有時候很多人會常常會想說 好像寫程式的 多半都偏理工 是也沒錯 但理工的有時候會有局限性 比較強調工具 但是背後其實如果你不能跳脫 銜接人文的話 其實這可能就是框框就是被畫在那裡 OK 其實我當然我也不固定在某一個 我的專業也許在人文上面 很多同學說 之前有同學問我說 我的background 其實我background是非常的特別的 而且我的 我的歷程也是非常特別的 不管我的學習歷程 或求學歷程 或者我的工作歷程 其實 這還倒我還蠻有趣的 自己想一想 雖然 一路都很順遂 但是我不會因為 順遂 而限制了自己的發展 OK 就是反正隨時 可以轉換跑道 不是說自己 只能往那裡鑽 OK 這個來 跟各位分享 那這裡的話 把adapter給他 把它畫出來 好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完成這個東西 所以第一個我們等一下來看 741 最後就是說 當那個list 就是說那個list 其中一個被點擊的話 那會傳一個什麼 特別注意喔 必須要set一個什麼 一個list list 的名稱特別注意喔 它叫 on item 什麼 Click喔 OK 那spinner是什麼 item什麼 slade 有沒有 其實你想說 不就都一樣的東西嗎 為什麼你 一個是click 一個是slade 就像說那個gallery 他一定也是slade 然後那個greview是click OK 那你就是要去想想 對啊 他比較偏重是click 因為他沒有滑動的動作 有沒有 OK 那可是很奇怪 spinner spinner好像也沒有滑動 所以用slade 大家有同學去試啦 其實好像用click spinner裡面用itemclick 也可以 OK 不過 在使用上面 就會 好像因為 這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是 有沒有滑動 的差異啦 如果你直接click 那你就用click OK 那上面有個onitemclick OK onset onclick Listener OK 那button是onclick Listener 沒有item 所以這之間啦 你不用死背啦 主要是瞭解 它之間的那個 差異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裡面的話一定會使用一個方法 onitemclick 一樣嘛 這個名稱 這個是一個void的方法 那他一定會傳 一個 兩個 三個 有四個東西給你 那其實 最重要的 其他 一般 前面幾個都用不到 最重要是這個 INT開圖的這個 第三個 它也許不一定叫possession啦 也許它用i 或者是用arc2等等的 反正這個名稱是可以變的 這個是一個引述的名稱 那這個通常會告訴你說 使用者點擊了第幾個 第一個的話是從0開始 index它如果點了第1個 它會 這裡面會告訴你0 點了第2個 給你1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去 再去 去做後續的處理 看點了哪一個 去做什麼事情 OK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第1章的部分 其他的話這個是相關的 我們等一下就做這段練習 就是 一樣嘛 本來 這個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checkbox還有 那個option很像 只把它稍微改一下 OK 畫面先換你給我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實際上來做 所以一樣有5個步驟 建專案 然後 MVC 然後再把它輸出去 OK 大概會有 總共5個步驟 然後把它 模擬器也打開來 把它輸出 試試看